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差别啊 就是我们这么一读的话 实际上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呢 就是生存分析 后面我们会讲到生存分析啊 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生存资料 对吧 那现在有个问题 你看假发他几个人 对吧 一发几个人 这个样本量实在是太少了 如果做生存分析呢 可能结果也不是很理想 那推下球技次呢 可以考虑一下治合检验 就是我并不考虑 我并不考虑这些患者 他的一个精确的生存时间啊等等 我就把它当成一个 一种就这个生存月所啊 当成一种衡量 结果有效性的一种指标 可不可以 就说这个指标呢 可能不符合侦探分析 对吧 不满足方大分析的条件 那我们就用这个治合检验 好 当然这个例子里面 你这个生存月所可以替换成任意 你感兴趣的基于指标 对吧 那只要不满足方大分析条件 你都可以用治合 治合啊 好 所以这个例子呢 不要太过于校正 要真的校正的话呢 可能生存分析是最合适的啊 我们重点是看操作 看操作啊 这个数据怎么整理呢 数据整理 其实你看跟我们讲的 单因素方大分析是一样的啊 三个组对吧 一二三 然后呢 这是结局变量 好 操作啊 操作的话 我们讲义上也描述的很详细 那我们下面呢 就给大家实力的演示一下啊 好 打开我们的spss软件啊 有点慢啊 稍等一下 好 OK 这是我的sps软件 我把这个数据打开啊 数据呢 我们 这个单根治合检验 我们前面讲过了 对吧 呃 两组独立样本质核检验呢 应该也讲过了 讲过了啊 呃 那我们现在是什么 多个组的独立样本质核检验啊 好 打开就是这样的 对吧 呃 分组变量啊 加一柄三法 对吧 结果变量呢 是它的生存月素 生存月素呢 可能不符合资贷分布 所以说我们就 只能 不能用方材分析了 只能用质核检验啊 呃 不要去过分的纠结这个数据用 呃 质核到底对不对 对吧 那理论上就要用用生存分析是最合适的 是不是好 我们只是演示它的过程 那怎么操作呢 点开这个analyze analyze 有一个非参数检验啊 我们用这个呃 lexi dialogs 就旧对话框 然后找到这个 k个independent simple 就k个独立样本的质核检验啊 前面这个one simple ks啊 我们其实讲过 讲过一个单样本质核检验 其实讲 这个 评估一组数据 是不是符合质核检验分析 也是用它 对吧 这个是两个独立样本的质核 这是k个 包括两个相关样本的质核啊 k个独立样本质核 点开啊 点开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结果变量 拉到这里面来 然后分组变量 拉到这边来 这跟 跟这个 跟这个有点像啊 跟提前有点像 就是你要定一下 组别 那我们最小的组别 复制是一 最大是三 对吧 多个组默认的就是 cross call willis h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 exact这个默认啊 坚定法的质值 然后option呢 我们描述一下啊 描述一下 描述对吧 descriptive 这个quartilus呢 就是描述一下他的百分位 索 content 然后单击ok啊 操作非常简单啊 呃 结果怎么读的 我们看一下啊 看三个组的均硕制 呃 那显然 那显然以法的均做之最大 呃 那我们编制的时候呢 是从小到大编的 所以最大的话 表示生存月数是最长的 那显然以法的生存月数是最长的 那这个结果 差异有没有同学意义呢 有的啊 0.04亿 对吧 那我们认为三组的 呃 三组的这个差异是有同学意义的 那通过这个批值 接近法的批值的0.04亿的话 你只能得到这个结论 那比如说我想进一步看 这三组到底有什么不同 呃 那 这盒里面他没有办法提供我们量量比较的 呃 这个就不好做了 那我们变通的办法是什么呢 好 介绍一种变通的办法啊 变通的办法呢 比如说 我们新建一个数据啊 新建一个数据 新建数据呢 我们把这个 这里面一和二烤过来啊 一和二 烤贝啊 变量一是我们的分组变量对吧 变量二是我们的什么变量结果变量对吧 就是分锁啊 好 这个我就不复制了 一标是假法呃 二标是丙法对吧 那我们先做一个呃 两个样本的 这和对吧 满回头逆右 描述一下啊 好 这段市场我把假法和依法比的话 你看他们两个的均素质呢 是 以法要大一点 对吧 一把七点四 那两个是有差别的 差异呢 是零点零五六 是 嗯 这个批值呢 我们读的时候要注意了 我们本来是三个组 我们先拆成两个组 对吧 那这个批值我们的检验水准还是零零五吗 不是了 应该是取决我们比较几次 我们这比较第一次 对吧 那我们再新建一个比较第二次啊 好 这时候我们的数据选择什么呢 呃 选择一和三比 对吧 把一考过来 一啊 我们考的不对啊 从来啊 考背啊 呃 我看他是不是考错了 啊 我们应该考到这个data这个位置啊 不应该考到边上这个地方啊 这就对了啊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三考过来 就第三种治疗方法 好 那这变量一呢 同样的是 分组 对吧 这个呢 是什么 效应 对吧 一和三 那我们把一和三比较一下啊 一 三 两 看一下 一和三 描述一下啊 OK 呃 这样的话 这个皮质也是没有意义的 对吧 我们再把二和三比较一下 一和三 没有意义 再把二和三比较一下啊 同样的 我们再新建一个数据集啊 好 我们把二三考过来 Hotra C啊 垫到这个data view这个窗口啊 二和三 然后这个是 Trait对吧 这是Effect 好OK 那我们同样的 我们再做两样本的这个 制合 两独立样本的制合 对吧 这里面第一个是我们说2 对吧 这是3 好 这个结果都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 你看这个是2和3区比 对吧 这个P值呢是0.032 然后呢 这个是1和3区比 P值呢是 我们都读见经法的P值啊 0.456 这是0.028 然后呢 这个是0.456 在上面这个呢 是1和2比呢 是0.047 那实际上我们校正一下 我们用Buffner的检验水准校正 怎么个校正法呢 我们不是比较了三次吗 对吧 比较了三次吗 那我们原来检验水准是0.05对吧 那我们比较了三次 我们是检验水准0.05除以3 就是说只有P值小语 0.05除以3的时候 大概P小语 0.17左右的时候 0.017啊 才有意义 那我们按照这个标准来看的话 P值小语0.017 这个标准来看的话 那事实上我们这个结果全部是没有统约意义的 对吧 最后一个是0.028 倒数第二是0.456 好 就是0.047 实际上不管是1和2比 还是1和3比 还是2和3比 啊 两两比较都是没有统约意义的 但是三个放在一块呢 确实有意义的 这不是个矛盾的结果吗 对吧 三个放在一块是多少 0.04一 灵界阳性 对吧 好 这个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什么造成的 因为我们检验水准校正的话 它涉及到一个 更保守的估计 这是有可能的 对吧 理论上说你三个在一起比 有同学0.04一 那你中间至少有一个跟其他两个不同 对吧 但是最后我们做出来 如果按照我们包装那边的检验水准 教准0.017的话 实际上他P值算出来都不是小0 0.017的 原因有两个 一个呢 就是一个包装的检验水准 教证我们太严格了 第二个呢 就是没有得到一个 就是太严格了 教证的方法太严格了 没有得到一个阳性的结果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因为有可能 因为我们这个 其实本身三组比较的P值 就是一个灵界阳性的 0.04一 对吧 好 这是我们说的 呃 关于多组的 啊 多个独立组的 制和检验的两两比较 组合完成 这就是一种变特的方法 对吧 好 这是我们说的 我们讲的制和检验的这个例子啊 那我们在讲义上呢 实际上是 呃 画的是比较详细的啊 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多组制和的比较呢 用的是CrossCovidus H 这个方法啊 所以我们在写文章上呢 你要说你用的是CrossCovidus H 啊 不要笼童说用非残酷检验啊 或者是什么制和检验等等的啊 好 最终我们得到P值是0.041啊 拒绝原假设啊 好 呃 刚刚那个例子呢 不是很好 我们再换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呢 是 应该是我们 呃 就是协和医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有一本研究生的同学教材上的一个例子啊 嗯 这个例子呢 是这样的 三种卵肠癌功能异常的患者血腥中的醋黄 体素的含量呢 就是有个研究者观察了三种卵肠功能异常患者的血腥的醋黄 体素的含量 呃 哪三种卵肠功能异常的患者呢 就是分组变量是什么呢 就是卵肠发育不良 就是我们这里面定义的一啊 呃 秋脑性的B晶 就下秋脑性的B晶是二 然后垂体性的B晶呢 是三 三 其实这就是一个成组的 但是有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醋黄体素 大家搞清楚 这个醋黄体素 这个东西 醋黄体素的含量 它是不是个正态分泌的呢 是不是这样一个中性局限的 是不是呢 啊 这个不是的啊 不是的 它其实是一个偏态分泌的资料 偏态分泌资料 好 大家说虚物内分泌都知道 其实上呃 激素的分泌呢 它其实是有一个 呃 它不是像我们说这样 它其实是呃 有一个动态变化的趋势 这是一点 第二个呢 不同人群中的分母可能也不一样 尤其是呃 患者 不同患者的分母可能也不一样 对吧 好 呃 那其实我们对于这个数据呢 是可以检测一下 因为这个还是比较多 二十个样门 我们可以大致看看这二十个样门是不是 正来自于一个正态分泌的总体啊 好 我们呃 看一下这个 例子啊 是这个例子啊 好 打开 好 呃 三个组 对吧 第一个组呢 是卵巢发育不良 第二个组呢 是秋脑性必经 第三个组呢是垂体性必经啊 X呢 是我们说的粗黄体素的含量 是个连续性变量啊 那我们先大概看一看 它是不是一个正态分泌的 实际上不是的 我们一说了不是的 对吧 我们再测一下啊 它应该是个开口资料 怎么测呢 我们用这个 one simple ks测一下 把拉过来 我看一看啊 好 我们算出来这个P质蛋是 很小的吧 小于0.05的 所以我们不能认为 它是符合正态分泌的 同时你可以看到它的 嗯 最小之后最大之啊 等等啊 好 反正这个P质算出来是 0.000的 小于0.05的 那么我还是不能认为 他们 这三组是来自于正态分泌的 总体 所以 呃 就不能不好用这个 呃 防插分析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处理正态分泌资料 那么只能用什么质核检验啊 嗯 这一点搞清楚之后 质核检验就很好操作了 analyze 然后非参数检验 配个独立扬门 对吧 把这个粗汉率寒量拉过来 然后这是分属变量 定一下 从1到3的 对吧 cross code willis h 我们勾选一下这个 描述一下 对吧 OK 这个结果就出来了 那我们认为什么 三组的这个 粗黄理素的含量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如果你想看哪一组高哪一组低呢 实际上我们从这基本上可以看到的 就是卵超发育不良 它的粗黄理素的均速值是最大的 这个可能粗黄理素含量是最高的 对吧 其他两组呢 可能是比较偏低的啊 最有可能是 这一组跟其他两组都不同 另外两组呢相同啊 这个需要做两两比较 两两比较怎么做 就像我刚刚给大家展示的 对吧 拆成 多个 两个独立组比较的一个质核 就可以了 算P值 然后对P值 用Buffner的检验水准 进行简单的校正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对于多组的连续变量处理 当这些连续变量不满足 方插分析条件 比如说 正态性啊 方插器啊 等等这些条件的时候 我们只能选择质核 对吧 质核呢 是一个万金油 它不光可以处理连续变量 也可以处理分离资料啊 关于分离资料的质核 我们下节课会讲 会讲啊 好 呃 这节课呢 相对来说 内容稍微短一点 也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啊 重点呢 我觉得难点在于什么呢 难点在于大家要知道 呃 怎么去 怎么去量量比较啊 怎么去量量比较 怎么去量量比较啊 或者讲Posthook 我们给大家展示了啊 比如在这个例子里边 我们可以先把1和2比较一遍 对吧 拉出来 好 再把1和3比较一遍啊 再把1和3比较一遍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再把2和3比较一下 对吧 同时呢 我们检验水准校正一下 因为你比较了三次 那这个P值只有小语 0.05 除以3 大约是0.17 0.17啊 才有意义 是不是啊 好 OK 这就是简单的一个 包袱检验水准校正和量量比较的一个问题啊 那我们今天这个课呢 基本上就结束了啊 好 也感谢大家的观看啊 我们下一节就会讲分类资料的一个同学处理了啊 大约也是四节 在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啊 OK 那我们这次课就结束了啊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啊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